哈嘍 各位伊甸好朋友 大家早安 今天莊名果112年11月25號星期六 我們今年終於可以分享我們的油桿的狀況了 去年有開花 今年開花之後我連管都不想管它 因為去年開花完全沒有結果 但是今年這幾天我發現 偷偷結果了耶 你看這裡 偷偷結小果了 會更大嗎 會 這個叫油桿果 不過油桿有大果跟小果 我不知道我們這顆是大果還是小果 不過就偷偷結果就很開心了 油桿也是一種超級食物喔 油桿果也是一種超級食物 它吃起來是酸的 不過它裡面的成分是一種 有人說全身都是藥 它這個油桿果的果樹啊 全身都是藥 尤其是油桿果喔 我今天因為臨時拍攝了 我忘記了之前 有跟各位分享了 它是不知道哪一個國家 把它譽為聖品 而且它那個果實如果大果的長大之後 很漂亮圓潤潤的 然後有點透光度那種感覺 然後果實很可愛 不過就是酸 不過酸完之後 吃了之後酸完之後會回甘 所以人家叫油桿啦 今年稍微接了一些果了 不過結果我已經很開心了 因為第一次結果 這顆油桿也是層數移栽的 當初移栽的時候也是扛了 扛了好遠 扛到這邊來 扛到這邊來 扛到很壞 這個是也是一樣是我們河胸 它的原子裡面 太多東西了種不下 扛到我這邊來種的 阿我這邊就變成 我們河胸的一個實驗嶺 哈哈哈哈 我們 我來種啦 阿他有機會來逛 你看這邊 都有 那上面還有在開花耶 這邊還有花 所以油桿的季節 我現在還不知道 還要再查一些更多的資料 不過就是知道它是個好東西 愛吃愛再吃 是比較親切 你生吃也可以 不過它是酸 但聽說會回甘 我還沒吃過 但這個熟度還不能吃 今年看有沒有辦法把果子 正常的流果下來 不要被昆蟲咬掉 或者是鳥給吃掉 我們今年看有沒有辦法 首次品嘗油桿的一個酸味 聽說不只是酸 聽說吃了整個臉 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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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酸 酸又澀 聽說又酸又澀 怎麼吃下去 阿不過就是很好的東西 是這樣嗎 對阿 所以這種東西 會被人家譽為聖品 一定是不簡單的 是嗎 但是那個就是 不簡單的 還是你現在要試試看 上面有一顆比較大的 我來試試看 太久沒有吃了 還沒熟不過 試一顆看看好了 那顆 比較大 那顆 那顆摘下來 這顆摘下來 好不要動 我這顆摘下來 偷偷吃看看它現在味道是怎樣 好摘下來 生個像還是怎樣 我先試看看 這個還沒熟啦 還沒長大 不過我還是試試看 要擦一下 擦一下 好擦一下 帶著一種 忐忑不安的心情 好 稍微擦過了 小小顆 這個會大顆 小小顆 塞看看 你看 夭壽喔 生 浸不生 浸不生 苦啊 好苦喔 目淨是苦 苦 然後有點澀 有點澀 還沒有什麼水分 因為還小 11月25號 又苦又澀 又苦又澀 喔 腰生 好像在吃藥 你確定這種果樹是食用 藥用價值高於食用價值 保健 應該不能說藥用 保健價值高於食用價值 等一下 欸 親眼的時候會不會有不能吃啊 不會啊 不會啊 油肝啊 原來油的 送來這邊是不會果啊 現在來的一些果樹 你看來一些果 很開心啊 11月25號冬天有果 不知道什麼時候成熟 再看看 再看看 說不定我今天吃了這一顆之後 今天一整天就 砰砰叫 我跟你講 好啦 就這樣子 好啦 就這樣子啊 對油肝有興趣的 可以去搜尋一些 影片 看一下齁 我現在整個嘴巴很苦 很澀 不過整個 會有回甘啊 會有回甘的感覺 會有回甘的感覺 OK 那我們下次見齁 對這個果樹有特別研究的 跟我們講一下 未來應該要怎麼食用 怎麼利用 好我們下次見 拜拜